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第24期 上一期咱们讲解了组件,基础的基础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组件 今天的标题是,大家请看 组件,局部的组件 是局部的 咱们上次讲的组件是全局性的 今天咱们讲一下局部的组件 好,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定义 这个地方我写了,大家请看 就是说,view.js它的组件不仅可以 大家注意看,单独声明注册使用 什么叫单独声明注册使用 就是说,咱们自己生成一个组件 或者说咱们做一个组件 然后把它注册为全局性的 那就是说,只要咱们注册为全局性的话 那么在view.js的作用域中 任何地方都可以引用 所以叫做单独声明注册 view呢,它不仅可以单独声明注册使用 同时,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还可以在view的实例中进行局部注册使用 大家注意看,我这用了局部两个字啊 什么叫局部呀 咱们上一期,咱们看一下上期的代码吧 可能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大家看,上一期这个地方 咱们注册了一个组件 咱们在哪注册的 在view这个对象里面注册的 换句话说,只要是用到view对象的地方 都可以使用到这个组件 所以呢,它是全局性的 而今天咱们讲的内容就不是了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例子啊 什么叫做局部注册呢 还是和上期一样 我在这个地方定义一个组件 或者说叫做定义自己的一个标记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定义方法啊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我声明的可不是一个组件 上一期呢,咱们声明的是 咱们看啊 上一期咱们声明的是 view.component 对不对 那么今天 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吧 这个呢,仅仅是一个Java脚本的普通的对象 这不用这个大括号扩着吗 用大括号扩着就是这个Java脚本的对象 然后在这个对象里面 大家看,我仅仅是定义了 为了简单化嘛 我就定义了一个属性 叫做template 这个呢,就是咱们未来要注册的组件的模板内容 也是一句话 非常简单 今天下雨 随才去吧 好 这就是咱们非常非常简单的天气的组件的对象 它还不是组件啊 那这个对象该怎么用呢 咱们往下看 这个呢,是咱们view的app的实例 这个没有说的 注意看什么叫实例 这天我要new它一下嘛 new叫做new了一个view的实例 就是这个地方 这天我慢一点啊 view实例 好 说明呢 它并不是全局性的 而是说在这个页面中才会生效 它的作用域呢 仅仅是这个页面 叫做view的一个实例 然后这个实例中 咱们大家注意看 表达式没问题 数据项没问题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这个就是局部组件注册的方法 咱们大家注意看啊 在这个view的实例里面 有一个component字 加S啊 component字这么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里面呢 我在这定义上了 这个呢,有两个部分 前面这个地方呢 叫做什么 叫做组件名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tagger名啊 这个地方 后面呢 就是说 我这个tagger要用到哪个Java的对象 或者说Java脚本的对象 用哪个 比如上面咱们定义这个吗 天气组件吗 对不对 就这个地方 啊 这个呢 就达到了一个局部注册的目的 换句话说 局部注册这个组件的时候啊 这个组件名 是在咱们这个component字 这个属性里面 即时定义的 比如说我叫myweather1行不行 完全没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说 我组件的内容 都有什么内容 在这个地方写 它呢 是普通的Java脚本的对象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写法 但是这个写法呢 仅仅是说myweather 这个组件 这个tagger 仅仅在这个value 叫做这个 不是value啊 这个view 实例里面才会生效 出了这个作用域 就不生效了 好 那咱们今天把这个代码运行一下 看看实际的效果啊 局部注册 好 我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咱们运行 今天是第24期 咱们开启浏览器 然后找到24 运行一下 大家看 今天下雨 随它去吧 咱们看一下这个页面减证的例子啊 页面的度数 大家请看 在DIV 咱们myapp里面 就是这么一句话 叫做DIV 今天下雨 随它去吧 而代码呢 是DIV myapp里面 是myweather 大家注意看 myweather呢 被view.js解释为 一个组件 组件内容呢 就是这个模板对象里面的值 这就是局部注册 非常的简单 然后咱们大家再看一下这个页面的原代码 有的朋友好像给我留言说 我怎么不太明白呢 明明这个代码中 是这个myweather 为什么你在这看到的却是这个今天下雨 时差去吧 对 这不是view.js的机能吗 如果您要想看到这个代码的话 通过浏览器 咱们点击右键 在这个地方 选择这个 叫做这个page source的表示 就说看一下这个页面的原代码 咱们打开 大家看 这个地方看到的就是浏览器下载到的内容 或者说浏览器从咱们的web服务器下载到的内容 这个内容和咱们的这个source中是完全一样的嘛 对不对 而浏览器下载到内容之后 经过咱们view.js解释完之后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大家要注意啊 可能有的朋友不太明白 我明明下载到的是这个内容 为什么我在这个简直的时候看到却是这个内容呢 这是view.js的机能 咱们记住就好 这个地方看到的 是咱们页面解释后的代码 而这个页面代码这个地方看到的是从浏览器 从web服务器端下到的代码 下载到的代码 这是不一样哦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局部组件的内容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没有 今天代码呢 我放到了开软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那今天这课程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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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